多謝香港道教聯合會和雲晴師傅業部長 這麼盡心盡力搞這個講座 我又有一個機會跟大家分享 希望我們道教日後多知多彩搞多些講座 大家可以聽多些道教文化的動勢 內丹在道教文化中是一個重要的修煉法門 也是核心的法門 剛才我們聽到很精彩的符、訣、咒等 都是我們道教另一邊的一個非常重要 也是核心的演練模式 也是天人溝通的一個模式 我們天人溝通之間要修煉 剛才我們聽過的精彩方式之外 我們都要修煉 我們修煉的過程 我們有一個公正公 一般來說 正公就是內丹 就是我們所說的內丹棄公 另一方面就是要打拳 打什麼拳呢 除了你 我自己什麼拳都打的 我沒有所謂什麼拳 我現在是介紹自己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稱之為什麼拳 跟我學都是這樣的拳 那些拳就是動工 一個概括的名稱叫動工 不過一般學生走過來問我 通常都是太極拳先 因為太極拳的普及性 比其他的內家團 當然內家團在香港 有反過一億二 武當局都算是 站在中間 首先就是 我這個拳槓 剪開之前 我提了兩點 因為時間過限 可能在香港說一下 又要中間站停 這樣是結束的 我提了兩點 讓你們去思考一下 第一點就是 一切修煉 鼻不全虛 這聲音都是小聲 一切修煉都是 從提綱開始 提綱開始 提綱就是一大便 我才看不到 第二點就是 動工 正工 現在說的 太極拳和內丹 氣功 都是同一件事 同一件事 如何交代 第一點 提綱開始 我們從一個動工來講 講到正工 第二點就是 要你們想想 為何提綱拳 跟內丹氣功 打坐這麼正的模式 和打拳這麼爆光的模式 可以在一起 是一樣的 又是一個靜一個動 我們去取其中 找一個站 站的來講 站剛剛是靜 又不像靜 是動又不像動 所以 我用一個這樣的動作 用一個不是動作的動作 來講 這叫站莊 一般稱之為站莊 那站莊究竟是 它的目的是什麼 是否養生 一般就是 現在很少打架 以前大成團 黃香齋 設計了站莊 打架 那你說養生 很多人在公園 練拳的時候都會站莊 那站莊是否養生 那養生 用站莊的方式 你說練耐氣 內勁 這些是多數人的講法 除了養生之外 就是最多的一份講法 就是耐氣 就是練耐氣 練耐氣 其實他們講練耐氣 有目的就是打的 制敵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除了養生 養生是一個共識 我也是同意站莊是養生的 但是制敵 用來打架 站莊的時候 黃香齋 大成團 站莊 一個以拳莊 用來打架 那打架 是不是唯一的手段 可以打到打架 這個站莊 打架是這樣打的 你站莊 怎麼可以這樣打呢 就是這樣砌下去 你站莊 怎麼可以發揮這件事 很大疑問 所以我認為 就是 在傳統的大成權 刑意權 意權 心意權 等等 發展到今天 都不太見到有些人上台 得罪 不要怪 小弟是無知的 所以 希望你們 我每次都交代一件事 我每次都交代一件事 我以前讀書也是 我當學生的時候 說到打架 問無第一 無無第二 無無第二 無無第二的意思 打當然是自己最厲害 但是讀書的時候 當學生做聽眾 希望你們無無第二 就厭厚一點 不是武術一定是自己最厲害 那你就虛心一點 就聽我的話 你又不會浪費金馬 那就大家交流一下 打架和站莊 靠在一起 可以嗎 我認為 有這樣的打架 如果你說 綁手式的打架 就一定是師傅贏 即是綁手 你拿腳來 拿手來 打下去 這些就是綁手式的 永遠都是師傅贏 綁手式的打架 就是表演方式 近似真實的搏擊 近似真實的搏擊 但是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說明性的說法 即是說拳技 但是永遠都不是真實 所以真實就是這些 我們又看看站莊的姿勢 站莊 如果我們看身體結構 人體的身體結構 那個時形就是這樣 頸椎是七折 頸椎是十二折 腰椎是五折 頸椎是五折 然後底尾椎是融合錯 我們這個是S型的結構 我們就是 現在我們身體狀態 我們很舒適地站在這裡 叫健康 這樣說 男裝我們是要矯正 矯形 矯形就是 向下沉河會 就是在這裡 繞一繞 好像打泳春拳 這裡繞一繞 這樣骨牌效應 向上調整 你收一下下巴 頸椎至下巴 尾椎 就好像輕微地拉直 這個目的就是上下半通 氣可以串連 可以上下游走 這就是我們要調教 腰椎來站 所以站庄不是這樣站 即是沒有東西搞 另一隻手 或是不另一隻手 就站在這裡 如果是師傅教 通常都是這樣 調教一條脊椎 直一點 輕微調教之後 就是直一點 直一點就是上東下下 所以 又上東下下 上東下下 上東下下 上東下 上東下 可以貫通 這個氣的 游走 這就是不健康的肢體 現在很多 我針灸 很多病人都是因為 頸椎太直 你看書 打電腦 駕駛 很多時候 令自己頸椎直 沒有弧度 有病 有病 手指麻痺 頸薄 痠 疲痛 但我們站庄 要做一個這樣的結構 直了之後 你才叫做站到 那就糟了 你站一個不健康的姿勢出來 所以我站庄 通常都不鼓勵人家 超過十分鐘 這個就是大家要注意的 黃香齋 幾個徒弟都站三個小時 做五萬三餐 早上有三個小時 中午有三個小時 晚上又有空 又吃完飯 要再站三個小時 這個 越站得多 越勤力的人越死 越病 要不是頸椎病 要是腰椎病 要是腰椎病 三樣東西 可以估計你們的目的 就是一個養生 一個是耐氣 一個是鼻子 打架 現在又是 講到靜 靜 靜就是打坐煉氣 打坐煉氣 我們通常都是這樣的姿勢 這樣的姿勢 心無雜念 吸氣 導演去小福 下去 保持套杖 這是最簡單的功法 就是套杖 提綱 審數 一二三 放鬆呼氣 在這裡的氣 聚了下來 停一停 放氣 這是最簡單 也是最好的打造方式 大家都能夠做到 聽完這個講座之後 原來這個做法 就是很有名的 叫做行氣肉貝銘 行氣肉貝銘 是公元前470年的 一個練氣的功夫 出刀空文文 一個肉貝上面核倒 一些船書 就是關於練氣 那四十幾個字就是 行氣心則速速則身 身則下下 則病靈 則負負責文文 則長長得退 天機裝在上 地機裝在下 盡則身 劫則死 這是很好的練功方法 就是剛才我說 一二三 一二三之後 一固定 就有東西 新東西 紋身 新東西 紋身 就是現在 我們所說的單位 真理 這就是 非常好的一個功法 好了 我們接下來 你去思考 一些小動作 例如 很冷 你會怎樣 沒有雪衣服 就在宮殿的時候 你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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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在那個過程裡 其實原來是在提鋼 你是在提鋼 你有沒有發覺 舉重也是在提鋼 還要閉息 提鋼閉息 這個這麼大的能量 產生就是提鋼閉息 產生出來的 這個史西佛斯的神話 這個是一個非常出色的 一個哲學的表述 這個大腿佬推成譚 還有呢 捱打的時候 你頂住 提鋼閉息 提鋼閉息 捱打 打到冷 一躬 原來又是提鋼的 小小龍 拿著 用力 你又是提鋼的 包括他的叫聲 你不要以為他 你聽到後面那裡 聽到後面那裡 你會聽到前面那裡 這些不用避 你聽到後面那裡 你會聽到後面那裡 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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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提鋼 你留意一下 你用去聲就不行 廣東話的舊聲 你會用入聲 那三個聲 不理會你的發聲 是從 嘩 開始 嘩 開始 收聲就是那一刻 提鋼的 我現在告訴你 回到站莊的時候 原來你有 內氣的演練 你一定要關心這個提鋼 這個提鋼很重要 就像剛才打座一樣 為甚麼要配命 這樣沉下去 你就提鋼 提鋼 為甚麼呢 當然我們的動作要求 這個站莊是甚麼 就是忠遊 忠遊令他的氣很綿綿若全 其實這些氣是可以快 可以慢的 跟呼吸之氣 你吸了進去之後 吸了進去之後 你用一個 剛才打座的方式 你可以製造這個真氣 速度陽關節提鋼 這個叫做託藥 託藥 沖氣 沖氣 沖氣以為和 呼吸而不屈 虛而不屈 動而愈出 這個風箱 古代叫託藥 這個風箱 就是一個封閉的虛間 有手把 折下折下 氣在空間有腐壓 有一個管道出來 折下折下 氣出來 就是火成功勢的去煉鐵 野煉金屬 這個風 折下折下 鼓檔 這個氣的鼓檔 可以全身遍布 與這劇工打座的模式 是可以一致的 現在講站莊 站莊取其中 靜工和動工之間 其實站莊 你說它靜就行 說它動又行 說它不是靜又行 說它不是動又行 所以我取其中 拿站莊來講解我要講的東西 古檔可以形豬手 又可以不形豬手 如果你形豬手 古檔就變成一個動作 動作就是動工 你打太極拳就需要動作 你可不可以用一個這樣的動作 古檔的形式 你要打出來 到舊的 托藥的效應 告訴你 你是可以的 開一下古檔 上一下古檔 托藥就是這樣 又是說到避而不存的東西 也是 都是搞到這樣 剛才我所說的 托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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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即是打跌 剛才我所說的 馬上馬上馬上 那些氣出來 好像細小裝 有沒有人托藥呢 我看不到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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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風霜 風霜 是擠出來 你 一看一看 你一擠的時候 你的身體 你一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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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擠出來 你擠出來 當你打坐的時候 擠出來之後 你擠出來之後 你就在身體裡面 運發 這叫做浪氣 你擠出來 你一擠出來 就擠出來 你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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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給了幾個圖片 你見到 舉重 大打 打人 都是用一個提綱的動作 提綱加計色點 所以這叫做風霜效應 在說太極 即是說到共 就要說太極 因為這個講座 就是講太極團和內丹 什麼叫太極呢 太極呢 如果我們再擠出來 以前的賢人 前年搞文字上面的太極 就是差不多在這裏 道身一身二身三三三 慢慢慢慢 福音業抱揚 衝你為懷孕 第四十節章 就抄出來了 為什麼我要抄這個呢 因為這個沒有太極 為什麼我要抄這個呢 這個一字 是太極團的意思 一是未顯真 二也未顯真 三也未顯真 萬物再顯真了 三是一個充氣的階段 一個充和之氣 一個充和之氣的階段 二未顯真 是一個架構的模式 這個是陰陽 天地 天昏 還是現象界 都不理二 這個結構 但是這個是一個架構的說明 不是一就生二 二就生三 你一搭過去 這個一二三 不是一個 時序式的說法 一呢 又是一個 在沒有事 和有事之間的偏沒有事 的一個狀態 三呢 是沒有事 和有事之間 兼有事的狀態 你不知我講什麼 不過呢 就是沒有事 和有事之間 就是一 和二和三 仿是其中有象 仿是其中有象 仿是其中有物 這就是老子的道德經的 仿是百分成先天地身 跟著他只是了解 獨國人而不改 獨三人而不改 也是道德經的 二五章 是的 二五章 虛而不屈 動二與出 是道德經的 綿綿就是全容之不勤 道德經的 這個呢 就是太極之先而不為高 在六極之下而不為心 是莊子的 亦有太極是身兩而兩而 身四象 涉身八卦 是液转 液系辭转 液系辭转並不是等於液經 液系辭转是 我們每次都用的 天是身水 那些也是他的 一欽一揚 為之道也是他的 液转是非常多人引用的 不妨去看看 幾百字而已 三四百字 無極而泰極 泰極動而新揚 動極而靜 靜而新陰 靜極而復動 靜極復動 一動一靜 故為其根 這是周敦儀的泰極道說 這堆東西差不多是泰極的意義 都會用這些字來加以說明 你寫泰極權書 將來你一定要抄這段東西 加以說明 多數都是這樣 你看完泰極權書 看完這些字都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那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知道他在說什麼就糟了 你就不明白泰極權是什麼 所以 有泰極圖嗎 誰是泰極圖 泰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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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究竟是誰是泰極圖 為何我們玩這些圖 其實很多人都說是錯圖 泰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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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八個方式 打橫的S 也會這麼多 打動的S 也會這麼多 現在我們說的 比較對的泰極圖 這個圖 就是這個 因為在說的一生二到三這個 三是一個充和之氣 二 又上又下又天又地又田又坤 變成坎尼 它這個陽氣又底向上走 便走到上天 然後便走到左 如果這個叫做左 這個圖是這樣走的 你可以說我不喜歡 我是這樣走的 這個是右來的 你說我是這樣走的 那你就要左在這邊 所有的春 木 肝 全部都要改寫 所以如果這個左 不要問一下 所有都是這邊叫做左 右手變左手便可以 在東方變西方便可以 所以這個圖 如果不改寫 就一定是這個圖 所以陽由底上 這個由陽由底上必然走左 這是泰極圖 所以不要說錯 不過泰極圖這樣說 也不是一百分 這個是八個裏面的 其中一個較為可取 但較為可取不等於它對 它並不對 因為泰極圖一 它是有和沒有之間的天與無 你還畫這麼有 你是錯的 錯得很離譜 你越畫得清楚 越錯得很離譜 所以最好不要畫 人家又不知道 所以說老子的 太高人的口問 強為明知 就是泰極圖 好解 好了 這個文字式的泰極意義 大家大概都知道它說什麼 就是我解第一個 導生一生意 你就知道我說什麼 泰極是一個沒有東西的 但它可以有東西 但它又可以沒有東西 你說它有東西不行 它說它沒有東西不行 它有的 那就是那些東西 如果你打泰極拳 就是這樣的東西 又這樣的東西 又這樣的東西 拼了那麼多東西 形象就是這樣 形容就是這樣 態度就是這樣 內功就是這樣 心理就是這樣的 抵愛就是這樣 雖然你說得很對 形象上是鬆柔緩慢 舒展大方 那些瑜伽都可以 那些舞都可以 就是泰極舞都可以 還有應用 一般講法就是 後髮線字 應手跡堂 這個應該是跡腹 應手跡腹 後髮線字 應手跡腹 應手跡腹 一開始就 啪 那就 那些瑜伽就跡了 那些瑜伽 真的是瑜伽 那些瑜伽 那些瑜伽 應手就 瑜伽 那些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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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髮線字跡 就是一般的 現在在說一般 我不一定認同 我要告訴大家 現在是在說一般的邦奸 這個後髮線字 即是說 太極人打拳 你那個態度 就不要做主導 即是不是打死人 人家打你 你才是還 人家打你 一還他就不妙了 後髮線字 一打你 後髮線字 不是你 他先打你 你應該先打你 不是他打你 你見到他先打你 即是後髮線字 大概是這樣 隨屈就身 不張不形 隨屈就身 隨屈就身 就是跟著他的形態 他這樣打來 這樣吃完他的東西 吃完他的東西 不傷 那些東西 這樣硬吃的東西 吃他的東西 隨屈就身 張形 就是合 又開 張 張 又開 形 就是合 其實 不張不形 已經高班了 不張不形 高班了 已經差不多到我要講的太極的位置 內功上面力發於根氣沉 單田 筋就是腳 有一個傳統的根據就是 力發於筋 著作於腰 著作於腰 就形之於手指 他們叫你打拳 借地氣上來的手指 你就打人 這叫他整體的直接貫穿 整體勁就從此而出 這個概念就是這樣 氣沉單田 氣沉單田就是 浮著浮著打部分是不好的 每一個動作 cafe 你人喜歡�yen 就能寻找到 寻找到 寻找到 基本上就是這樣解釋 再深厚些也可以解釋 但現在不解釋 深厚些 這個是心理上 坊間的心理上 養生健體 滿臣型 通常我們學態都是想健康 有病治病 力學上有義無力的整體發抵 有義無力 經常都是這樣打對 有義無力 千萬不要法力 幫奸港 很多師傅都是這樣 千萬不要對號入座 有義無力 曲解了這些意思 整體是對的 整體法徑 如果經過地上來 架構可以讓它上來 這個肢體的架勢 就可以讓它上來 就是要整體的 哲學上面 上下相隨 內外相合 有前有後 前後呼應 上下呼應 內外呼應 這個就好像第二章說 內相成 長短相交 高下相天 陰星相和 前後相隨 這個是二元論 都說二元論 太極是一 所以是否當成太極權的敵意 而這堆東西 小弟說不是 怎樣不是呢 我們先查一下太極權的來源 先查一下 他就告訴你怎樣不是 陳家溝是最早的 陳家溝是炮鎚還是長拳 太極權呢 那時最早陳黃炳沒有太極權 給他支出的 他打的鄉下拳 陳家溝是陳姓陳的人打的拳 最早就是炮鎚或者稱為 再早點是長拳 陳長興的時候 1771年 過了百多年 陳長興是一個轉捷點 他仍然是打他太師爺的拳 都是這些拳 這些拳我沒有侮辱性的成分 因為這些拳 你看到我的篇文章 我有五篇文章給大家一頓 你如果覺得不同意 就砍掉 但有其中一個真正的太極權 那篇文章我告訴你 最早是很正的拳 怎樣正法是 赤繼光打完仗留下了 那些人很想打 就在耕田之餘打拳 陳黃平留下的文章就是 他有空無事教父父父打拳 再有空無事拿著黃平經來讀 所以他打拳那些拳 就是赤繼光留下的 赤繼光是明朝的人 這些是清朝的人 清朝的時代已經轉變了 但拳就流到民間 這些人不斷打 流到陳長興的時候 就教了他的徒弟仁浩禪的意思 這個學生了二十多年 即是差一代 我們現在都是 根本師傅五十歲 我三十歲 根本師傅五十多歲 差一點 這個同時間 沒有多遠 有一個小孩子 1812年 1799年 1812年 這個1872年去世 這個呢 這個藏年的時候 這個學生的時候 武語商有兩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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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大哥叫孟澄清 孟澄清 孟澄清就是一官 是業官 他在店舖裡 找到一個叫做太極權論 是黃中學的太極權論 於是告訴弟弟弟 我執了一件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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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就發現這個叫做太極權論的太極權 這三個字 哇 好東西 文字上面可以表達到一些太極的境界 權術可以去到這個太極的境界 發達了 周圍去找 找楊老闆交 楊老闆是採的傻 其實楊老闆可以 富士丹丹 陳清平 有交涉過 總而知 黃中學的太極權論 在這個時代出現 於是 這些炮垂的命令法 就不再命令了 改稱為太極權論 是這樣出現的 大家看看 這三個字出現的時候 楊老闆的時候 是一百多年 一百五二年 連結到這件寶物 交了公諸世 楊老闆 陳清平等等的人 拿著他就知道 他教拳就改了名 太極權 就變成炮垂 現在打陳家太極權 也是炮垂一路二路 以前是炮垂五路 圍失了三路 再做了長拳 長拳是來自哪裏 斥濟濟光的三十二世長拳 斥濟濟光的三十二世長拳 那個來歷是怎樣 是少林洪拳 羅漢拳那邊編出來的 少林寺的拳術 是山西通秘拳 影響下去的 通秘拳又在 趙家太祖長拳裏面 發揮出來的 所以這個炮垂 陳家打的拳 原來是可以遠屬於 宋太祖趙康仁時候的 太祖長拳 這個可以告訴你 陳家太極權 是很健的一個權種 但是陳家太極權 是陳家太極權 他改了名之後 改了名之後 他就沒有跟這個命令法 去改他的功夫境界 所以我說 他們都未打到太極權 陳家太極權都未打到太極權 打個一出來 打個二出來 不如不如 左腳的名字叫做兩義權 既然拿了太極權 這個太極這兩個字 放在拳裡 打到一個拳出來 又含有太極的高度 這樣高度才行 今日都見不到 今日都見不到 只有見到李小龍 李小龍打拳 就是得到太極權的正義 你可以不同意 太極意義在太極權裏面 怎樣去演現呢 我們看到 由有到無 似有橫無 因為我們這個人生 是一個有 我們打拳是一個形象 通過一個形象的演練 從概念開始 是訓練自己 用一個概念 上下相隨 前後要平衡 上下要半寸 氣要半寸 內外要相應等等 都是好的 這是好的概念 你跟著這個二來打 是沒有死的 但這個打的二是打不到太極 你要再超越才行 超越到什麼 這個有去到無 有又不像有無 又不像無 所以太極的位置就到了 你要超越才到 你不超越 第一、二年就是流沙埗 師父看你的獎 到不到位 能否打到人 我又跟著他這個概念 是能否打到人 但能否打到位 打了三、四年之後 你就說 師父我又高級了 高班了 我看後手 硬一硬 後手都有氣 你又高班 前後相隨 你繼續這些概念來訓練自己 是對的 北京、德國打了十年 你都是這樣 前後相隨、內外相應 上下相平、諸如此類 你都是打來打來都是一個義 所以《太極權論》 《論文》裡有一篇叫做 《太極權十要》 是曾為師父幫他寫的 一場《極陽正報》 你寫了《十要》 其中大部分都是講義元 即是講前後 你要交代前後 要交代前後 要交代內外 要交代內外 你這樣打 就叫做《十太極權十要》 十個重點 如果這十個重點 你就打到好幾個太極權 我告訴你 這個《太極權十要》 不能講到什麼叫太極權 你只能講到兩義權 所以你未超越是不行 你打到無奈無奈無權 問題如一 那誰打到呢 今排選手都打不到 每個都是 你的馬是否正 越低馬就越好 你飛兩個義氣腿 然後落地劈叉 轉了一個單腿 站中鏡 拿了分數 拿金牌 這些不是太極權 你打到金牌也是無用的 現在是錯體的 誤解得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武術形式 沒辦法 罵罵國家 托日充氣 托日充氣 就是剛才我說的 風箱效應 風箱效應 令你自己打拳有力 無權是無力的 所有權都是有力的 其實一切都是有力的 你無力是怎麼打人的 又有一個問題 為何戴極權分叫你無力 有意而無力 怕你僵硬 怕你僵硬在前面 你不可以直接貫穿出來 你就不要了 這個概念困住你 是對的 但你不要以為 借這個字來發揮 就是武力 你絕對是錯的 所以難怪現在太極權 是不打到人 因為錯解了原始的文面 動中求定 太極權 你要打到太極意義 你一次有環無運 就一定要動中求定 動中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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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厲害 動中求定 動中求定 就是 斬桑也是 你以為正 正中求定 才對 打坐也是 你以為正 正中求定 才對 靜在這裏 你怎麼不做 你坐在這裏 跟我托 莊子 曼郭子騎 就在這裏 他的徒弟在這裏 你呀師父 你今天和舊時打坐不同 就是那些事 你裏面要搞些事 正中求定 你不是做甚麼 我不會打油粉坐 你會打油粉坐 我不會打油粉坐 我不會打油粉坐 實在有很多人跟我學打坐 但他們進來都不知道他們想學甚麼 總之一個概念就說 好呀好呀 就要參加 我知道 我知道 動中求定 動中求定 就是 你要將自己的模式 轉換 即是轉模 轉模 按了按鈕 轉模之後 你向著誰發揮 並不是靜 靜一個過度 你總要定 所以剛才我說 不將不形 已經是高班了 你說有將有形呢 有將 彭呀 女呀 形呀 彭呀 張呀 形呀 你這個是 即是打二元 又不是打太平 打兩二而已 你得將不形 就已經好似張又好似形 彭你又可以 女你又可以 不將不形 高班了 就是這樣 定就是 你不知他想怎樣 你不知他想怎樣 即是 像有又不像有 像毛又不像毛 像動又不像動 像正又不像正 彷彿之中 這樣叫入定 在座各位 有些放棄工心 現在就入定了 張力就要 張力就是 即是打拳 我們有共識 即是坊間的泰拳 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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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明白了 明白了 聽完 懂 懂 懂完便發 發勁 聽勁 懂勁 都是同一動作 去 一段提升 一個境界的提升 在勁 懂和懂之間 你發覺有張力 你不要以為 師父說 有實子 這裏 やはやはやはや Ve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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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 一舉手就有 未教時 第一個鐘頭已有 現在所有第一隻手指都有 這是向天使的 這並不是張明 亦並非特別的戲曲 一個民族是中國人很慘的 有些很聰明的人發明了一些概念 大部分人以為是很能的 跟助 其實這個聰明的人只是賺錢而已 所以不是提檢給你 其實在後面已經拍了功 你就叮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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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這些就是浪費時間 我們不是演這些 張力就是那個 你走你又不走 再走你又不走 走走走倒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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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 当時你撐住他撐住他也撐住他 有對抗性的就是張力 Tension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打拳时要感觉自己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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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拳是很好玩的 一跟我玩就很好玩 床字反应就是这个 位置反应 即是你站住 前后 前后 又不前又不后 又前不前又不后 好像前又不是 好像后又不好像后 就超越了 在这个刑定的过程中 你就超越 即是你不知道自己玩 想前又不是前 想后不是后 差不多了 你是不是这样玩 我不知道 超越绿色 形相和招式 即是六星眼耳鼻舌身耳 这个是我们 溝通外界的一个 即是对外界的一个工具 我们 想着 这个叫做单边 哎呀不是的 师傅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那你在意识状态里面 当然 第一 二年是这样打 第三 四年也是这样打 第八 九年也是这样打 第十年 你不出门 因为你不出门 所以你也是这样打 所以不出门 但是你打了十多年 你跟了师傅十多年 你也是这样打 你便是弊的了 那么你要超越形相 超越招式 超越你的绿色 即是是 是之不见 庆之不明 团之不得 全部意识都为非意识 无畏而无不畏 无畏而无不畏 这样叫泰拳 我曾经打了两张泰拳 两张照片给中医学院的学生 在讲泰拳的时候 一张就是 一张就是 请问各位 即中医学生 哪一张是泰拳呢 哇 举手多的就是这样 一个人举手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是泰拳 那个人 哇 很奇怪 这个年轻 这么聪明的 知道我的心意 我叫他出来 为什么 他说 好啊 很简单 那么多人都是 说他对我 这个世界多数都是错的 这个世界多数都是错的 他这样来决定 出到你账 我以为他这么高班 即是到位 拍手掌 这个是高人 现在收到他的徒弟 一定是不行的 免至原来是这样 即是反逻辑 那便没有 那也是不明白的 那便好了 这些是太极拳 很普遍的太极拳 你以为太极拳 其实 刚才说了 太极拳的原谋 其实是有问题的 即是和太极拳 这个权是有问题的 根本没有人打出太极拳 所以这不一定不是太极拳 这些是太极拳的 这些叫做太极拳的云手 这些打出来的表演 一定是无人拍掌 因为你打出来的太极拳 是这样的 没有的 单边去哪 轮手去哪 流山口部去哪 没有的 但是没有的 太极拳就是 你打到不知道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刚才打 这个 这个叫挂拳 但是太极拳没有挂拳 但是这个是苦杂 浮杂 他不会捉人的弟弟 不知为什么太极拳不高三 不捉人的弟弟 很奇怪 你如果用这个概念来说 这个不是太极拳 你确实死 就会被人打死 我讲到这里 内坛修炼 其实有几个主题 这个主题 我首先是概念 告诉你这个主题 然后原来有共通点 不是 气双生 用呼吸之气开始 然后练到真气 我们这个气字 就是无形之气 又叫down 练精发气 练气发神练智蚂虚 这个禁句 尋断 写出来 一层一层地练 这个气已经是无形之气 由呼吸之气 到无形之气 再练着阳神 然后还虚 又分三级 后面有三关 美雷 甲脊 玉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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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有三个丹殿 池中 到前 里面 江峰 坦中 里面 上丹殿黎圆 印堂里面 千万不要以为印堂是有 印堂并不是 开篇目也不是那里 所以不要开错了 看了其他东西 又分 政功无位 和命功有云 命功有很多功法 刚才有位师姐跟我说 之前听我的讲座 他很开心 但有些问题就是 命功有很多功法 打造 别以为坐在那里没有东西 初遇你自己 去到一个 不是你自己 又是你自己 不是我 又是我 的一个境界 总之什么都不是 连自己都不是 主观客观都不是 这些叫做无为 连思想 连呼吸 都不想的 叫做无为 你这个仿佛 是不是睡觉 这就对了 这就叫无为功 只剩下一个 说什么一个 但命功有为功 有很多功夫 所以坐在那里有千参万住 这么多功夫 基本就是说这几样 调教你的呼吸 由呼吸慢慢的 去到很细微的呼吸 接着你一路演练下去 就是那个无形之气 一个箭嘴 刚才那般 这些形构托弱 托弱 托弱就是上着瞧下着瞧 是不对的 就是这样子是不对的 这个托弱 并不是上着瞧下着瞧 下着瞧的意思就是涉顶上横 下着瞧就是 下着瞧下面就是提框 一般的说法 就是内丹 打坐的模式 就是 踏通上着瞧 踏通下着瞧 形成一个 游走的空间 体内的空间 这个叫任督 任督就是前正中线 后面上去 后面上去 前面下来 叫做任督 就通了 于是 你就拍手掌 很开心啊 师傅 封离书 打通 你任督 所以 这个也是要小心 我是针灸的 我针灸也是玩戏 我打坐也是玩戏 都是同一样东西 大家要注意 我们中医讲 针灸师讲 非有浮沉 病有心 浅 你只是弱的 就不会不通的 因为你任督 不会不通的 就是通的 是不是一定要涉顶上横 才叫通 并不是的 你不顶它也会通的 你不要担心自己 哎呀 是不是每天都要顶着它 叫通 不是的 我现在不是在说这个 不是的 我现在在说这个 迎后拓若 并不是上雀桥 和下雀桥 和搭通雀桥 粗立阳瓜 就造就拓若 信封古道 在提缸的时候 就是刚才的风霜效应 你一提缸 手带一折 其实提缸并不是手带 手带 手带在于环预膜 环预膜 推向风霜 手带 出气口 入气口 风霜出气口 就是口鼻 下面也是要的 也是会出气的 放屁 出气了 这个要封了 所以提缸 简单是这样说 上面封了 这个动作 并不是用舌底上膜 来封住 并不是这样舌底上膜 封住 你的风箱 要封住 要封住 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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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丹 道教的文化 常常趋向于 龟的呼吸 趋向于 渴望的动作 封住 不呼 不吸 不思 不食 冬眠 又这么厉害 帝原来这么厉害 帝食原来这么厉害 幻能有弯的呼吸 原来有些动物可以变息 我们追求这样的东西 胎式 婴儿之息 原来有齐典故的源头 单年鼓动 其实点过 提光的 能力就出 虚仰不不动鱼 只要打开他 一打开 一开始一开波就会越来越浸出气 这个就是你举重的 你便很厌明 一举重 那个能量就是这样浸出来 举重不是这样 嘻 说笑什么 为什么你这样弃起到这么大的铁颈 你一定是闭识 飞 无呼无急 提高 顶上去 这才能顶到 如果不是顶不到 这个就是能量的结构 那个玄机就是在此 嘻 不是 多数都是玩 嘩 你听到那把声 武术金牌也是 你听声音之类的 有没有气力 嘻 这个去声 即是没有收的 就一定是无力 你一定是那个 因为它不是计分 它的分数就是 你的屁叉是否漂亮 潮天群是否漂亮 那个船只打得很好 那就计分 不要把达 打到这里 它也不计分 嘻 嘻 这样才可以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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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收声才能发到零 这个就是 你的点火 你的气的强度 就是那里出来的 你的丹田 打造的时候 是练气的基本条件 就是这个鼓动 丹田鼓动就是提高 刚才的这个 我解释了 上脚下 上脚正不是一个 形构的托人 它的共同点是怎样的呢 刚才我说了一大论 大家都是一条呼吸 松油 其实很多动工都是松油 你瑜伽也是说松油 你吹笛 拉耳鼓都会松油 不松油 你捏不到那条弓 拉错音 你手指都僵硬 不行 这些所有都是 小弟吹笛 如果你紧张出来表演 江河水 你口一僵 要做口形出风 僵硬不能控制唇的肌力 你一定是吹不了 所以都是松油 所有修炼 所有的功夫 讲功夫 写字都是功夫 你如果不松油 你发挥不了 那里要留担 那里要按摩 那里要提一些 勾起 这些小动作 你做不到 你一定是松油 太阳拳和耐丹 都是其中一个修炼项 所以一定是松油 绵绵若传 打在绵绵若传 打拳也绵绵若传 因为你要讲章 绵若传 好像有 好像没有 好像有 最后都是有 这么慢的打拳 就是打死人的那只 你这么慢 所有拳都不是慢 慢是绵绵的 你打到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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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拳我也不知道 总之看到东西是律堂的 这才是 这就是打拳的目的 但是你说慢 快和慢 总之 总之你在这个原则底下 你就快了 你打死他 你少了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你打倒人 那你就可以了 你不就太極拳了 不过当然要学 就是学是用概念来学 用意来学 然后才玩个一出来 不过在座各位 包括了很多外面的名师 都是 我也是这么说的 你对我合入座 也是这样 都是不明白二和一的关系 因为打几十年都是打过二 就是很浪费的时间 除了打拳打倒的位之外 你的气也是有用的 就是你这个 嘴那一下 你那个单弦的速度 两分之一是 你鼓动 就是鼓动你速的时候 你不动 你站装 我由站装开始说 一笔静又不动 这个叫站装 静就打坐 动就打拳 这个站装 这个肚子 那里 哎 提干 一 二 三 呼气 你都用那个方式来做站装 一样 你的气一鼓动 你的手把一直推 你就出气了 出气 你可以不凝于受 你不凝于受就懂 我举个例 刚刚前几天 有人问我 用一个云手来说 这个叫云手 这个云手 你打拳这个云手 好了 我还在云上 这个世界所有都是冷的 只不过 你冷得很冷 还是很静的 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静 所有都是冷的 冷得是强弱之氛 所以我也是在冷的 我在云手 你看不到而已 我给你看 我说 这是云手 对了 原来是你打好 拍手掌 我看不到 这个世界很多东西 看不到的 多过你看得到的 这个我也是在云手 因为走到我们云手 为什么不可以 我一直在动 在那边 就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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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夸张了 就是 就是这样 听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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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於是 玩完了 導致和他要買關鍋 買一袋 沒袋 你便在那裡擠下 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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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珠手指 就是暈手 你不形她出來 打坐也是不形她出來 即是不出來的 即是不去鼓檔出來 這個叫鼓檔 剛才我打了兩張照片 一個上下的鼓檔 一個打橫的鼓檔 你回去可以練一下 我們經常都練這些 很過癮的 這個叫螺旋式 即是好像當成一個螺絲一樣 螺旋掌 螺旋墨 其實就是在這裡 在這裡這麼 剛才這樣 螺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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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揚太大力 Indigenous 螺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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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练习的风霜 所以一定是衣气很强 比全面练习 体力权力强 这条毛巾的练习抹汗 其实我不是想说这条毛巾是用来抹汗 这条毛巾是用来看自己的指标 如果金台选手开第一步就是这样 其实拍手掌的开晓是这样的 假装扮成很凝硬的 很慢的 后来才拍手掌 一快就不会拍手掌 我还要很凝硬 目光要凝硬 他又做不了外制的外制我拍手掌 他要凝硬 专注 这条毛巾是不动的 一动就只有两档 就是这样动 慢就拍手掌 但是动就只有两档 我不可以表演得很明显 因为这条毛巾是用来看的 这条毛巾是用来看的 虽然是上下的 但这条毛巾是遥动的 因为你要做了一个螺旋型的上下 这个世界只不过一个十字的世界 一个环一个直 大家看到一个直拳一个环拳 这条毛巾是一个直的四平马 一个环的弓马 两个马两个拳 不过你又不肯接受这件事 一定是师父没有教 你又给他十万 入室第一个 我又教你 是一套叫小念头 你又学了 有没有歌多一点 师父 我学了 有 当然有 师父又入室 你又入室 你未入室之前 我入室 先想想 即是回房想 想多一套 叫做标子 搞了这么多套拳 每一个拳种 其实都是一个环一个直 你一个环一个直 你一个环一个直 你打尽了 你一个环手 只不过一个环一个直 你加上一个圆圆 即是你一个XY足加上 再加上3Dimensional的升降 一直一环 再加上升降 就是三个空间 这个就是打完所有的 加上升降 升降浮层 马步一直一环 拳一直一环 不过没有人肯这样练 我已经练了几十年的 那些师兄弟 走完都是一个半个 一个起两个字 即是还练着 大家都有个同感 玩这么多 第几套团就有鬼用 最好就是基本功 他和我的看法都是一样 基本功最好 最高心法就是基本功 你回去练习这个就得了 你不用练习其他 这个就是古道 但这样也没用 现在发明了一些 导门的太极 因为有六点 所以我不说他的名字 他又做得很好 他又好像很古道 又松油 又松油 不是松软 它是松油 没得弹 也不是大力 就是差那些刀 就是差那些刀 那些刀 那些刀 你又不做 就是差那些刀 所以我告诉你 就是 跌烂了咪 之后 他被人站在英国 是吗 是吗 我觉得 那些刀 就行了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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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还有些叫做 和水有关的剃拳 他又好不好 就是差一点点 就是差一点点 那这个呢 独静相修的形态 我就是这篇文 就是 这个呢 这个呢 红色的概念就是 就是 全国太極权法 亦須先明太極妙道 这里呢 就是 欲求安心定性 念神聚弃 即打坐之举多可拳 行公之法多可废也 或者虽予动静之中 尋太極之益 所以呢 我经常都说 你打太極权 你就打座 打座 喜欢打座的朋友 就打座 就是打拳 那你是动静相修 动静相修 动静相修不是一个必然的条件 即不是修炼的必然条件 但是呢 你在动里面 发觉的东西呢 有时候你静得到才能发觉到 你可以交替 混用 你打座的人 你不知道动静相修 你原来有些东西呢 是可以令到你打座提升的 打拳的人 你原来不打座 你原来打完座之后 你会有些东西提升的 不过有些朋友呢 就觉得 就是两样东西是自然不同的 那这个就太 就是 现在来说 就没有办法 令到你说服你 不过呢 不过呢 你可能有只有一天 就会打座 因为你老 你又不是因为记得我 你跟袁博士的说话 因为你老 你始终都会打座 不过呢 那也好 你打座的时候 你会发觉太极 和我刚才所说的 太极拳和内丹 那个共同点 你会发觉到 是相通的 相通的意思就是 我刚才所说的相通 就是 你是 不方便了 尿着我 小弟的名字不够你 就会好 相通的意思 你打拳的时候 你一定要由 松油 你十年后都会玩松油 松油是母是女人 这么简单的东西 你不要再记住 你丢掉这些概念 丢掉这些 这些已经不是你打了十年后的 你来执着的 你执着呢 你要执着一个一 执着一个态 你执着一个张力 执着一个张力 去不去 去不去 你要打到人的时候 无论你是用什么拳 也好 掌也好 指也好 蘭花手也能打死人 打死人就是这样 你生气 你托入生气那样 托入生气那样 是什么 是提肛 一 啪 那就牺牲小我 那就不要说我的大道理 不要紧要 再跌多几下 好吗 你要 你要做到那个 不好意思 那些声音 不要 你要做到那个 啪 啪 就是提肛的发挥 就是形成一个泊弱 里面产生动能 你自己是一个泊弱 是一个工商 你要打到定式的时候 你无论出担 炮锤有出担 现在的二十四师 一八零八式都不好 即使是一个 两次都好 你要 你要 你要挡得到人 这不是挡人 这个是挡人 这个是自人的脚 啪 啪 你不要看手 看这里 就是啪 啪 啪 你就看这里 你是 你是 搞这件事 搞这件事就是 那个 你的拓约机制出现 你不是 一 不是好似打座 只是一个 即是耐仰 你是一个 一个动能来的 啪 你就 擠它出来 这个就是你 打拳的 那个 你那个拓约玩得好 你的威力就 你的威力就 你打拳不是这样 打的 你就是以手打手 等于刚才那个 金牌转手 也是 以手打手 是没有意思的 你一动 没有一动 你一定要全身 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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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打的 你的动能在哪裏 就是这裏 你的鼓档就是出来 打到就不出来 打拳就出了 但你打的时候 你是不忘记自己的 这个不一定是单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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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行了 这个就是太极了 你如果固执于每一个招式 就不行 你打不到太极 唯一一个可以发手掌 就是我自己 就是李小龙 李小龙就是 以无畏而为 以无法为法 以无限为限 以无权为权 以无权为权 他是超越了形式 超越了所有的拳派 这个就是道 这个就是一 因为没有形相 李小龙是最精彩的 就是太极拳手 现在找不到 现在的金牌 打什么 就是大陆电视 打太极拳手 那些都不是 李小龙打拳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他在玩什么 他已经是超越了所有的拳种 你说他在泳春 那些泳春的师傅 找他来帮忙赚钱 不是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 就是李小龙的道 我讲这个结束 他精彩的地方 他就是 倒了自己杯茶 他一个名句 倒了自己杯茶 如果不是你听不到我说 我说了 我所有的讲座 都是这样说 这句话 这个观念很重要 不是你浪费时间 这个就是 倒了杯茶 他才做到东西 李小龙就做到东西 我说 李小龙拍了四部片 你慢慢去扔他 这四部片 就是正成了他 是一个太极拳高手 唐山大兴 在东南亚里绿济 东南亚里绿济 东南亚里绿济 东南亚里绿济没有什么好的拳 那些短棍 泰团好人 泰团的特征就是 淡墓碱墓 因为他要快行 看一下出地下来 你看看他 李小龙的片里面 他扔了肉嘴之后 就出来打架 一个小龙的刀子 就把他拿起来 把他拿起来 他叫完招牌声音之后 就是这样 他那把刀都未曾插到他 砰 首先第一把刀走了 第二个 第二个 就学到他的头 这是点步太短的方式 其中一个方式 他学得更漂亮 第二个太太矜 第二套电影 精梦 日本仔 日本仔最能力的是 游道和雙子棍 游道 他一进去游道场 他把东压病库给你 两个日本仔走过来 想摔倒他 第一是摔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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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摔倒他 要摔倒他 他摔倒了双子棍 双子棍是日本人最能力的 其次就是投拳仔 打得比日本仔更漂亮 证明他虚心 他学你这些东西 不像我们一般的中国人 常常都以为自己能力 文无第一 我没有无第二 我最能力的 蒙古雪茄 不知多厉害 你弄个散打出来 这个就是太实力了 别人厉害 你学了别人的厉害 然后你就是 比他还要厉害 李小龙是这样的 其实他是一个道的发挥 他虚心 虚而不屈动而去出 你将一个封闭的虚间 虚了他之后 你的气就在此 虚七生八吉 长止止的意思就是 一个封闭的虚间 里面有些很漂亮的气 凝聚在此 李小龙做得到 精武门之后是 满龙过江 满龙过江 打完东方 打了西方 西方最擅长 就是 pickboxing 和西人团 的组合 在一个斗兽场 那里打 鬼佬打他 针带来的 他专专专业 他要表达的功夫 境界 砰砰砰砰砰砰 摧砰砰砰 随便给你看 接著我用你最厲害的東西來打你 最後是甚麼呢 東西都打了整個地球 還打自己最厲害 你說自己最厲害 打東又打西 我們自己最厲害的中國功夫最厲害 找個I講出來 少男功夫 接著我師傅有正宗的 正氣的 叫我出來 這樣 中國功夫最厲害的 聲槍 即是兵力之王 這些太極拳 這些推手 飛鏢 全部都起了 還有鐵沙掌 叫我功夫 比你更精彩的 不鐵沙掌 我要降沙掌 反而石堅做過降沙掌 這些全部都是他的計劃 現在講太極拳 第一個片段 李小龍的第一個片段 比武的時候 最八三八虎比武的時候 一搭手 你以為他叫推手 推甚麼呢 又一打就打 你還以為推手就是摸一下 摸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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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樣推都好 他就不同你推 他認為 無必要推就不用推 推是一個遊戲 記憶的 沒命的人 站在前 一搭的時候 就去 其實是一種挖苦 挖苦你們學拳的人 沒有一個高度 還是留在一個渠氣裡 這是李小龍想說的 我解釋 離開原同 接著 找一隻肩出來 那句有一個icon 一個象徵 因為 隻肩是精武出身的 最好打的 真是好打的明星 李小龍 最好打 找關得慶 不可以的 找隻肩 隻肩是精武 廣州精武 會的行動 他事實上 拿了他出來 就打倒他 給你看 拿了少林寺出來 就打倒他給你看 打到自己 那家人都打倒 沒有東西打了 就打自己 死亡遊戲 打到自己死 那就行了 他不死就沒用 因為 到底怎樣 死得更要如妙 很多 我們前年 張三峰不知怎樣都不見了 又不知為何出現 老子 狠狠腳斜著 就不見了 不知何時不見了 全部都是這麼迷 李小龍死得很迷 真的很靚 我覺得是很靚 死得到點 連死亡遊戲都沒拍完 就死給你看 因為作戲 清清楚楚地拍完 這個沒得說 一千年之後 學拳的人 都要看他的 都要說他 怎麼解釋 這樣就精彩 所以他不死是沒用的 死得很靚 死得光彌 就是這樣 一人身的意 就是這樣 但是我想說 李小龍又拿了一個 渡出來 完完全全地拿了一個 渡出來 來發揮這個拳 太極拳 是一個很明明 最靚的 是一個明明 如果你能夠打到最靚的一個高度 很厲害 並不是這些套路 108星 88星 24星 拋槌 不是這些 你打到他這樣 就不得定 因為各位要提升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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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